還有所有院內的同仁 今天代表時代力量 來做這邊公民投票法提案的說明 事實上心裡的感觸非常的多 在20世紀末期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有非常多長期 针對台灣自由民主的追求 做出重要奉獻的前輩 包括了蔡同榮先生 包括林義雄先生 對於要求還給人民公民投票的權利 這件事情積極的倡議 而在2003年的時候 通過了現行的公民投票法 可是沒有想到 2003年通過這一部公民投票法 所造成實際的效果 反而是讓人民受到憲法 所保障公民投票的權利 被綁死在這部法律當中 根本沒有辦法獲得實現 那從過去2003年一直到現在 我國從來沒有一次有效成立的全國性公民投票 這樣子一個慘烈的事實 就可以看得出這部鳥籠公投法到底有多荒謬 那反而是曾經成立的地方性的公民投票 竟然是在排除了現行公民投票法 有關於投票門檻的設置限制 才有辦法有效成立 那這是一部荒謬 而侵害人民憲法 直接民權的法律 那過去這麼多年來 非常多的民間團體 學者專家 當然也包括我們今天已經成為國會多數黨 民主進步黨的朋友們 積極努力的推動公民投票法的補正 那我自己啊在2014年的時候 也參與了島國前進 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在全國各個地方 去提倡普正公投法的理念 而在去年410環權於民運動的時候 跟很多的民間團體 大家共同的合作 發起了普正公投法 還權於民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那那個時候也曾經啊 以NGO的身份到立法院 來監督整部公投法審議的過程 那非常遺憾啊 如同剛剛政力軍委員所點出來的 在上一屆的國會當中 沒有辦法完成這項任務 新的國會承載的人民新的期待 那在這邊啊 我相信 我也希望 在新的國會 這一次的會期當中 我們能夠把過去十幾年 一直努力 沒有辦法完成的目標 在這次國會當中啊 予以實踐 那這一次 時代力量黨 所提出來的公民投票法 的修正草案 裡面 的訴求跟架構 基本上是沿襲著去年 410環權於民運動的時候 許多民間團體 所共同提出來的訴求 那除了提案 門檻的下修 連署門檻的下修 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 這個組織的廢紙 以及雙二一 投票率門檻的下修之外 那這部法案 還具有的特色啊 包括了 希望將公民投票 這個公民權力 下修到18歲 那同時為了要使得 在整個提案 以及連署的過程當中 能夠更為便利 建立了電子連署系統 那電子連署系統 也可以跟啊 本委員會日前 針對有關於罷免權啊 的行使 所進行的重要修正 的那個電子連署系統 相連結 那希望透過 這一些 權力行使 程序的簡化 能夠讓人民在待遇機關 違反人民的意志的時候 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 來矯正待遇民主 所產生的缺失 那同時為了要保障啊 少數族群啊 的權益 在時代第二版本當中啊 也特別增列了 原住民的知情同意權 在涉及原住民族相關的 公民投票的事項的時候 讓他們 有機會 在這個程序當中 表達原住民族啊 他們的權利 那最後見請 內政委員會 的同仁們 那能夠支持這一個修法 的改革方向 那我相信 各個提出來的版本 可能在彼此之間 有細微的不同處 那但是整體大的方向啊 的改革方向啊 是一樣的 那時代力量 願意在公民投票法 的修正上面 跟所有有志於還權於民 的立法院的同仁們 一起努力 謝謝 好 接下來 由美麗委員